因为国际纸价不断的上涨 出版业大汗吃不消 现在就连好多年都不曾涨价的漫画 也要开始涨价了 以最普遍的三十二开本为例 原价是一百二十块钱 现在涨到了一百三十块钱 涨幅将近一成左右 而未来不排除 就连杂志也要涨价 少女漫画 武侠漫画 科幻漫画 一本一本都是畅销书款 但想买来看可要伤荷包了 国际纸价连翻涨 纸张多的漫画率先反映成本 一本调涨十块到二十块 有可能就是在网路上看 或者是就是会到漫画店去租 就博用买的 对 台湾平均每个月出版四百本漫画 从四月开始三十二开本 原价一百二十块涨到一百三十块 涨幅将近一成 不仅动漫名心很痛 出版社更是压力沉重 每道动漫展总是吸引大批书米抢购 这个市场不容小觑 但纸张成本一再突破高点 涨价恐怕流失客源 就连漫画出租店也酝酿调涨租漫画的金额 大约一到两块 纸张涨不停 影响范围越来越扩大